你不讓百姓知道疫苗才會進去嗎 你不要用專案報告去杯葛預算 你不要用專案報告去杯葛預算 要求專案報告是我們的權利啊 你們不要自己當作行政院立法舉報 所以我說你不要拿這個簡單問題不達話 就加一句就好了 總共講怕什麼 怕什麼寫進來 那杯葛什麼 你要杯葛什麼 我們要求要百姓黨施暴 百姓黨知道什麼時候有疫苗打算怎麼搞 就是那個疫法在杯葛 專案報告裡頭 除了這個預算案以外 再加一段就是 就是 報告這個我國現在疫苗要採購及施打的這個計畫 對不對 就讓全民了解嘛 雖然我們柯總召有說啊 平常什麼衛服部開記會什麼都有在問啊 但是立法院是國會啊 才是行政院應該報告的地方 我們是立法權嘛 那媒體是第四權嘛 全民都非常關心這個疫苗的情況 有疫苗比紓困還更重要 是不是 所以 我們難得開零首 而且是重大的 就是 這算是重大的議題啊 全民關係議題 要讓這個行政部門來國會報告 讓大家了解清楚 知道怎麼來協助政府 怎麼來互相合作 趕快取得疫苗啊 我覺得在後面再加碼 反正一個報告裡頭要想兩件事情 而且正式的報告也是有必要的 這個齁 預算裡面爆發所有的一切 爆發疫苗採爆發市場計劃 我們特別指出來強調它的重要性 難道柯總他覺得疫苗採購不重要嗎 不管是 特別講出來啊 因為 主委長被刑的時候 乃至於委員會的時候 委員怎麼問不管 我們要強調我們立法院 對這個疫苗採購的動勢 一問 從答案就結束了 這個不是 柯總都可以替行政院長回答的 你也好問大家 這個 一問就 我不知道會不會一問就知道嗎 你可能知道 因為今天跟總統在一起 跟行政院在一起 你可能一問就知道 我們可能怎麼問都不會知道 你也不知道 所以更需要問啊 不是 我是說我們請他報告的題目 我們需要官方正式的報告嘛 你們這麼害怕 疫苗的報告 列入正式的報告嗎 全民多麼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們這麼害怕嗎 除了紓困其實百姓更動物 那就是列進來就好啦 唉唷 百姓想知道什麼 打疫苗 我跟你們一聲說一下 你跟他那種 是 你一直怕被報告 疫苗採購的 你竟然你是在害怕什麼 沒有那個害怕 你這麼害怕 沒有這個啊 想害怕的問題嗎 你們就把 你們在報告最長 我現在把他講清楚啊 你們不想讓百姓 這個疫苗採購到什麼地步嗎 是拿這個 你們不要背給疫苗 不是 不是 要求戰鬥是我們的權利啊 你們不要自己當作 行政院立法居 所以我說你不要拿這個 簡單問題出答話吧 好 就加一句就好啦 怕什麼 怕什麼 寫進來 沒有背給什麼 沒有背給什麼 我們要求要 百姓想知道 百姓想知道 什麼時候有疫苗 打算怎麼搞 就是那個疫苗在背革嘛 你也進不去進來 全民都要疫苗好不好 好 不要假疫苗 還真背革嘛 沒有 你不要 你們…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